請給我小一個掌聲 其實我剛剛在旁邊就一直覺得 被你的歌聲給征服跟融化了 因為你的歌聲我覺得聽起來就是 真的是很乾淨而且很舒服 那其實我覺得很難得是 你把我們泰雅族的文化 透過今天很棒的舞牌來帶給大家 那你剛剛有說要母語教學對不對 對 要不要趁現在先教學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其實是很充足的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教大家一下 好 我教大家一句就是 簡單的問號 就叫做你好嗎 你好嗎 我想有些人有聽過 有些人可能沒有 那我可以教你們一句你好嗎 然後先問然後再來回 然後我們來用問的部分你好嗎 他的句子叫做 Lokasuga Lokasuga 來你也是來 Lokasuga 欸 有欸 有欸 然後Lokasuga 然後這個意思這一句的話就叫做 你好嗎 你好嗎 Lokasuga 那再來是你要回答他 回答他說我很好 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Lokaku 很好 所以你要說我很好 I'm fine Lokaku 一起來你也來 Lokaku 好這兩句話有什麼功用 我跟大家講一個真的蠻重要的事 是 就如果你會說這個 Lokasuga Lokaku 你可能到 我們Lokasuga 你可能到我們Lokasuga 三百水蜜桃的時候可能 阿公阿嬤會算你便宜一點啦 對 對啊 或是你 Key也可以吧 我們是鼓啦 對 好我們可能跟Lokasuga 他真的有一點點不一樣啊 對啊 其實我剛剛一直很想要 幫大家帶來 跟我們的小安來 但是你剛剛已經多先講 因為我覺得就是 利用這個舞台 那你是來自我們 復興鄉的孩子嗎 那你剛剛已經講了 復興鄉很多 好吃的 也把小訣竅 跟我們所有的民眾朋友分享 但是還是要請我們的小安來推進一下 我們的復興鄉到底有哪些 好吃的 好玩的 或者是很有名的 剛剛講的嘛 水蜜桃 還有沒有其他的 可以來推薦一下給大家的 前陣子是柿子 還有那個 有去過那個 怎麼說 蝙蝠洞 或三民部落 知道嗎 有一個 他們那邊滿有名的 是慧祖筍 對 其實我們復興區 非常多很好吃的東西 對 農特產品 你基本上進到腳板山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在那邊吃 三天三夜 也回不去這樣子 然後就這次燙了兩公斤 沒錯 而且在我們泰雅族的部落當中 也是有很多傳統的美食 好 回歸一下好了 我們問一下小安 其實剛剛聽到都是她的一些 母語創作的一些專輯跟歌曲 那跟我們現場的民族朋友分享一下 妳在創作那些母語的歌曲當中 妳的這些發想都是來自哪裡 從生活當中 還是妳從部落當中看到了些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因為我覺得文化的傳承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我從小就是在海拔一千四以上的部落長大 所以其實我是用那樣 因為我們那邊的人文地理 它的環境然後整個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我是在一個非常沒有雜質的一個環境下生長 所以它就是成為我一個創作的養分的源頭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身上教書 所以其實有一些歌的話 比如說像我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做喜歡數字 那個就是在跟小朋友的對談當中 他問我說一二三怎麼唱的時候 我想說每次都是A麥到底 那我想說我想做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讓他們能夠記得數字怎麼唸 所以我有一首歌就是因為學生他想要學我 所以我才做這首歌 哇所以真的我覺得很佩服小安 因為除了是傳承的涵意外 也把我他的生活當中的一些故事 融入到他的歌曲當中 那今天也是很開心 我們透過小安來到現場當中跟大家分享 今天是我們桃園萬聖城原生原樣的舞台現場 那我們也跟小安還有所有的民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也預計在明年的8月 在我們的桃園會來啟用 國際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這是一個很棒的訊息 一定要透過這個舞台時刻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覺得要有掌聲對不對 明年8月我們有機會正式來啟用了 我們的原住民族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好那待會想要一樣還有兩首歌曲來跟大家分享對不對 那我們就再一次透過大家熱烈的掌聲 換我們的小安 最高的我們來一下